事发当时附近群众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轿井内突然喷出一团火后 井盖飞出场面十分吓人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18时一名身着身色上衣的小孩 先向井里投掷了一枚鞭炮 没有动静 停顿片刻后 小孩再次向井内投掷了鞭炮 一瞬间一团火焰从井内喷出 小孩当即被震倒在地 旁边的车辆也发生剧烈震动 过路人被吓得纷纷躲闪 好在小孩只是受到惊吓